就是说我们的PDA 这可以是continue moment 这一定是PDA没有错 你要看他是哪一型的PDA 哪一型的PDA 所以现在PDA分四种 叫左心依存性的PDA 大部分都是AS、MS 先天性 主动卖办狭载 费动卖办狭载 二间卖狭载 主动卖办狭载 左心有问题 为了把左边压力释放 所以他PDA管道通了以后 他可以放到右心去压力 第二种是右心依存性的PDA 包括三间卖狭载 费动卖办狭载这一类 为了让右边的压力减少 所以藉由PDA的管道 把压力释放到左心去 所以一个是左心依存性的PDA 一个是右心依存性的PDA 再来是原发肺高压的PDA 我们叫做It's a MAGA syndrome 叫艾森曼伯格症候群 你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伴随着先天性的肺高压 那这些都叫做It's a MAGA syndrome 所以如果是符合原发性的肺高压 你吃什么药通通没有反应 通通没有反应 像这个Case 我们吃之前是4.7%左右 吃完才4.82% 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这不算有反应 不算有反应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Case不能开 所以如果做Taping echo以后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的主动脉网 肺动脉送的血流 可以显著的增加的这一种 那就排除了它没有原发性的肺高压 当然左心右心也没有刚讲那些问题 所以你Taping echo要过了 你才是符合可以开刀的PPA 所以你到底可不可以开 接下来给主人什么样的建议 那就是除非你做Taping echo 否则你没有办法告诉主人 可开还是不可开 这样子 然后有一本书 它是讲心电图 心电图里面有一个章节在谈 猝死跟心衰竭 跟心率不整的关系 然后他就把所有所有的疾病 受益 所有的疾病可能会去诱发的心率不整 他就把它调列出来这样子 把它调列出来 然后所以你看 他在那边提到PDA的部分 在心率不整的书里面 譬如说我们今天是左到右分流 这种大部分是符合可以开刀的 我刚做完Taping echo 也确定是有反应的 这可以开刀 那如果是右到左的分流 就是有显著的肺高压这一种 吃了药以后也不会降的 那这种我们叫做原发性的肺高压 叫PVH 那这一种是不能开刀的 这种是不能开刀的 然后膝高低白梗呢 它很容易发生白色摇摆病 这个东西 所以他有脑部的问题的话 你第一个要先考虑到 是不是有白色摇摆病 膝高低白梗 会学生性的抖动的问题 这从幼年就开始会准 主人跟你描述就是准 所以我们在Pretest 就是吃 我有刚刚之前 你要先做一次 比如说1除1'5.53 新输出是5.05 FS是27 好 再来就是我们看它的平均速度 正面动4.82 还是我记错 他根本没有反应 4.82没有错 确定 这是传统学力动力学的分析 然后再来这是组织分析 这是AFI 然后这边是左心 这边是右心 我们看GWE 93% 看这个就好 这是AFI 这是2D Trend Auto 2D Trend 然后 GLS Average 就是长轴的形变 大概都还可以 看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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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还有-25个左右 都不会太差 我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做Tapping Echo 这可以总共做三次 1出于 woll7.50 没有差很多 m哇有改善了 然后新输出也有改善到4.30 赤威尔钢 然后FS27-29 没有改变太多 这边做完是4.67 它并没有增加血流 我看一下 4.67 它没有增加血流 所以我的意思说有反应的话 应该是我们主动脉网肺动脉瘦的血流越多 那才叫有反应 因为你把肺动脉打开 威尔钢把肺动脉打开 %把肺动脉打开 你肺动脉都打开了 我们主动脉的血流又没有显著的往肺动脉跑 那表示你肺脏的阻力是大 我们叫做原发肺高压 叫PPH 那这种是不能开刀的 这种是不能开刀的 但是它的左心是也都是很大 也确定有MR 所以吃低剂量的威尔钢是OK 吃低剂量的威尔钢是OK的 因为它的收缩差 你可以吃低剂量的PIMO BANDON 50公斤一颗5mg 去改善它的收缩不好 还有血栓你要阻力 所以像这个是不能开刀的PDA 反正你最少要追踪到一岁半 先电进心脏病都是追踪到一岁半 那详细的话你要看有时间再看 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可以开刀的 但是它同时合并有水脑 我也不主张它就开刀 4771 泱泱没有错 这case很好玩 这case从小主人就觉得它 画它你看这小时候的照片 是不是眼白在中间 眼黑在两侧 主人就说这只狗 怎么觉得它哪里怪怪 但是周边的人都跟它说 没有这只狗很正常 这只狗给我看的时候也都是这样 眼白在中间 眼珠在外侧 然后呢以前发生过骨折 PDA 发生过骨折 还去开完刀哦 我看到都是已经开完刀了 这都是开完刀了吗 这都是开完刀了吗 然后这是开刀 那开刀前做的血茧 Clinet还有0.7 我们看Clinet跟乳酸 这是检查之前5月的时候 钙离子大于16 有没有看错啊 这应该是主人为钙本 喂太多了 主人那个保健食品吃一头拉果 我叫它停掉 血压 你看它的收缩压这边才多少 你以这台来算 这台的平均方式就是 它把高的低的全部算进去 大概收缩平均是130亿 然后平均压平均是84 书章平均是65 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这台做的 单次去看的 我做出来都是偏低的 这边这边太高太低 只扣掉应该都还有120几 对不对 138不算吗 124不算吗 127加134 中间大概是130 算平均的话 大概还有130 对不对 127 134 中间大概是130 所以大概会抓130 80 95 144 这样子 那我量测的时候 心跳确实是比较慢的 比他 他测 不是同时 他量血压的时候心跳是快的 我量血压心跳确定是慢的 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做超音波 然后 一样他都会有M码 几乎都会有M码 这是G8不是原码 吃药会改善的 你改善到收缩功能就可以了 1除以1'不高 这边是15.6 15.6 我们到时候就算平均 然后新输出是1.23 VTI是7.0 大概记一下 QB是51.83 QBQS这边比值是2.98 然后这边的速度是4.95 然后这边的平均速度 是3.79公尺秒 这里 最高速度是5.14 5.14 这都是吃味刚刚之前 然后这个Case收缩还有45 收缩不错 那卡在他水脑 心跳最低量测只有50 我现在量的 然后做新超的时候 大概最低还有72 101 跟120 这是AFI AFI算完这边得到的GW61 VTI大概还有93 就是有效的新机的做工 做工的那个效率 大概还有93 不正 FS是43 1除以1'这边平均才10.93 也不高 LVCI是5.09 VTI是14.7 所以他心输出不低 心内压也不高 以左心来看是这样子 然后PDA的最高速度 现在到5.81公尺秒 我们如果看平均速度 大概是3.97公尺秒 就是你把书章 就是把整个波形画一遍 大概是3.97公尺秒 GLPS平均是-23.8公尺秒 都还不错 正常-19到-25公尺秒 所以收缩不差 FS也还有43公尺秒 一样这边是左心这边是右心 我们让他同时去做比较 Auto 2D Stream的GWE还有91% 这是右心量测FAC量测TAPS 然后再做右心的组织分析 这是右心组织分析 然后做完他会得到 这边是右心的 第三次是右心 前面两次一次是AFI 一次是Auto 2D Stream 你看他的GWE大概都还有91% 都不会太差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让他吃威尔钢 1公斤2mg 45分钟做第二次 然后再就是第三次 第三次的话就是吃Percentum 或者你让威尔钢再吃一样的量 再吃2mg 看他的反应也可以 这是证实他水脑 这个Case 这整个都水脑 脑势到1.69公分 然后PI大概是1.91 他罐流要79 还可以接受 只是水脑的水多了一点 然后一锤一磅 平均做出来是10.87 然后Flosemite给低剂量 GABA稳定他的情绪 然后他吃GABA剂量也不重 那吃完以后主人说他一直在睡觉 我们就把GABA剂量再低变0.25 然后你就慢慢调整 所以证实他是水脑 证实他水脑 PI是1091 冠流要79 这样 可是我刚刚讲的 你只要做TBACO没有反应的 不足单开刀 他属于原发肺高牙 平均要观测到18个月 一岁半左右 然后这是两次的 我们算他的平均吃 我有刚之前跟之后 看他的 从主动脉送血到肺动脉 他的平均血流速度多少 他的平均血流速度从3.97来到4.06 来到4.06 这样还算有反应 那其他的 譬如说FS越来越好 从43到47 F43-47 GW是91 这是之前的 他吃贵耳钢的确让他的 直吃贵耳钢 就可以让他的收缩功能改善 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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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在这个case有水脑 他心调最低只有50 所以我们主张还是不开刀 这样 两边速度有显著差异 从5.14到5.72 所以这case并没有原发肺高压的问题 所以PDA照理能不能开呢 我们用Taping Echo来决定 这是博美那一支 那西高地那一支是都没有反应 所以不足张开刀 这两个case都不开 这两个case都不开